房地產爆破,內蒙新城變鬼城 不知全民土債,鄂爾多斯紳士鎮康巴森 當初為了容納數十萬計外來人口 用城鎮花做口號,谷樓價 但因為外資急切,這個新城淪為鬼城 美國時代周刊還形容為 中國房地產泡沫最佳展示品 左方眼跌價跌2,900元 相對是市售賣7,000塊錢 其實一手樓也得重金,新盤天譽,國寶以別墅式設計 內裡是過百平方米大單位 而一個110平方米約過千呎單位 又大約72萬,開盤至今,跌了一半 最高峰11,000多元一平方米,跌至6600元 除了鬼城,不夠錢而停工的南美樓 隨處可見,成為市內地標 去年10月,它被政府送去郊區一棟新建公寓 日入住後發現問題多多,窗台門框都不對稱 主行房出現大裂痕,間中滲水 這個社區根本未完工 現在還沒符合入住的標準 現在還沒符合入住的標準 像去綠化、露面屏障這些都沒做到 對呀,為什麼他們不做呢 現在就是工程賣了 原計劃是2012年12月底交工 其實據了解,泡沫爆破後,發展商沒錢 叫工人儲儲員工,政府又當看不到 還催民眾拿鑰匙了事 但不少市民都知道,心盤都沒人買 這些難屋,哪有可能賣出去呀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